滚了你 什么东西 你没事啊 嗨 我是大树君的朋友Joke 当一位拾荒老人 因为不小心碰到别人 而被当街辱骂 看到这一幕的路人会怎么做呢 我家伙有太人很激烂 干什么了你 你弄我身上你不知道吗 对不起 不让你眼是不是 你什么破烂玩意儿就往人上弄啊 对不起 我哭了 对不起 那道歉有用吗 多恶心 不小心碰了一下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不想说谁信啊 真晦气 对不起 又脏又臭的就不配往这站 算什么东西啊你 就你这种人什么恩啊 自己心里没要说吗 穿成这样你上街干嘛呀 你哪来的脸啊你 看不得走了 走了 大哥 我刚才把这肚本身碰到他一下 这么脏的东西都弄我身上了 葬家人不是故意的 大家走了 咱走了 对不起 我不小心 就你这样的人还配跟我说对不起啊 不是说了 缺德了 有点缺德了就 你看他那么脏就往人身上蹭 这么恶心 不再脏感情都不容易 别这么点 给你十一 小姑娘十块钱吃 包含一点 包容一点 包含老人 小姑娘 真的是 不是 我怎么了呀 从你一方不就学习的事 没有不要说话那么急 那他怎么赔得起吗 哎呦 您真说的吓死了 多个礼服人赔不起啊 他人儿就漂亮 咱嘴要是说再善良一点 人就更美了 可必为难一个老人呢 那就是蹭到你的用得怎么样 不是说是兵奴 衣服可以洗 但是最起码人家是个长辈 你不能这么跟人家说话呀 都把我衣服弄脏了 你给娶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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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 一样 都要脱了 如果你爸爸这个样子 别人跟你爸爸这么说话 你觉得好吗 现在是别人的哭哭呀 如果他的孩子知道 你这么说人家 人家怎么想 而且人家老人一直在跟你道歉 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 没有必要这样子 快走 没事 咱走吧 呜呜呜呜呜 没事 没事 你看他这样又脏又臭的 我神秘 都不气我 你看他这样多恶心啊 往人身上站 我说怎么了 说怎么了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对你自己的血口多了 你就不配那个人 表面穿着人模狗样的 内心是还要脏的 就是人家 没想到现在的年轻人 才有这么礼貌取人的 别说那个什么眼看人的 行不行 这个语言真的是太伤害人了 这样的孩子就是欠教育的 他也走走走 谢谢你 干掉人 走走走走走 没事 走吧 谢谢你 你很棒 叔叔 你自己的还好了 他没有素质 不要跟他一般见 不要 他一般见 别往心里去 你多善良 多老实 你说你这边批评他 谢谢 没事 你不要听话了 那种人就有毛病 你这个有不小心的时候吗 你们谢谢 你吃饭了吗 叔叔 吃的话跟我们一起吃点吧 谢谢 大爷没事 别跟他一般见 谢谢 大爷 他没有事 谢谢 没事 没事